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不会做 等贺大哥回来 让他做给你吃 你不会做饭啊 你会做饭吗 会啊 女孩子不都应该会做饭的吗 谁说的 我就不会 给 石榴 真好看 上海没有吧 有 但我没吃过 这给你 我没给人家钱就拿回来了 看看水喝完没 喝完了 我帮你倒啊 对了 我们家何大哥呢 他出去了 刚好像有个男的来找他 男的 那我何大哥有没有说要去干嘛呀 没有 没有 我何大哥忙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呀 一口一个何大哥 你们俩像是 像什么 扶梯俩 去去去去去 你乱说 我不叫他何大哥 那我要叫什么 我不是说你叫的不对 我是 就好像是一个词 千长挂肚 不 你对何大哥就这种感觉的 你胡说八道 床能签 肚能挂 你挂给我看 就是一个比喻吗 你不要乱比 你怎么跟何大哥一样 说话我都听不懂 不给你玩了 你去哪儿 要你管 我要把这些东西先放到造房去 一会儿何大哥回来让他做给你吃 杨凤 又咋了 你比我真好 我啊 上辈子一定欠你的 何老板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我应该说什么 那行 我听你说 杨凤呢 从小就无父无母的 吃这个百家饭长大 挺可怜的 可是我听说 你何老板对杨凤是照顾有加呀 杨凤对你也是言听计从 所以我想请你做这个媒 好好的去把这个婚事给促成了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高老板家里应该已经有三房仪态的了 已经够热闹的了 就冲你说这话 我就没找错人 你那意思我明白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替杨凤着想 是替杨凤抱不平 这说明啊 你处处替杨凤着想是娘家人 行 那既然高老板是聪明人 我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 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拒绝我是吗 点到为止 那好 那咱们就都点到为止 何老板 我今儿找你来呀 还想让你看一下东西 这个你认识吗 这是什么 这不是盐吗 没错啊 这个盐 我想何老板应该认识 因为它是从你的羊毛里边搜出来 何老板应该知道吧 盐是伪劲品 政府有命令 是不准运出去的 而且我听说 那帮那叫红军的土匪 已经从江西跑到陕北来了 而且准备在陕北扎下根 我想问问 何老板是不是跟内心人 有什么 是这样 何老板 这批盐呢 高老板说的确实没错 这是我帮一个朋友的忙 这个朋友当初帮过我 如果高老板不嫌弃的话 这次所有的转头我全部让给高老板 但是请高老板能给何某一个面子 别让何某失信于朋友 我特想问问 他到底是什么朋友 让何老板不惜犯法帮他运这个言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有多重要 重要到何某 不惜一切代价得帮他 不惜一切代价都得帮他 那好吧 只要何老板 帮我把这个没给保成 让杨芬嫁给我 你这个朋友别说是药盐 别说是药盐 就是药枪 我也能帮他搞到 剩两只脚了 谢谢你啊 谢啥呀 烦不烦呢 听着都烦 我自己来 我要不是看你啊 臭成这样 我还懒得帮你把全身擦干净 那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忠 忠啥 啥听不懂 就是说千言万语 都不用说出来 都在心里 你都知道的 这话听的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是女孩 你也是女孩 我们又不是谈恋爱了 谈啥 就是你们说的相好 我们那叫恋爱 柳星啊 你是不是跟何大哥一样 读过很多书啊 我是读过一些书 但不是很多 你们何大哥读过很多书吗 那可不 他读过这么多书 不 这么多 所以他每次讲话都文周周的 不过跟他讲话 我就觉得特烦 烦 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大字也不识一个 他每次讲话文周周的 好多我都听不懂 所以他每跟我讲一句 就得再解释一句 那你说 我是不是特别烦啊 那你想读书认字吗 我读书认字 对啊 你这是笑话我吧 这怎么能是笑话你呢 我是真心实意这么说的 其实读书认字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你这么聪明 一定一学就会 我看出来了 其实 你挺羡慕有文化的人 对吗 你看你每次看到你何大哥 我就觉得 你挺喜欢他的 我说的对吧 就连五牛那个猪脑 都想读书写字 我怎么会不想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 有了上顿就没有下顿 哪还有闲钱 去请个老师 教我读书识字啊 你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 真的啊 行 那我天天帮你擦身子 什么 盐巴被高德昌扣了 什么换你出问题了 我觉得高德昌是在找茬 即便咱这批货领没盐 他也会扣下 他还会想另外一个理由 来要挟我 为什么 因为他想让我给他做媒 做媒 他想娶杨芬做他的死仪态 娶杨芬做死仪态 这可是冲着你来的 谁都知道杨芬喜欢你 高德昌这一招 无非是想打消杨芬对你的想法 他这是小人脊梁 够算的 欧赵 不管怎么样 我只知道人是人 祸是祸 一马归一马 他高德昌不能拿一个姑娘家当作跟颜交换的条件 龚心 我的最后 有点 诚 我 你 我 你 你 活动 活动 活 活动啥呀 行行行 慢点走 慢点走啊 我扶着你 哎呦 我扶着你啊 行吗 看 不行吧 不行吧 来来来 你快坐一下 坐一下啊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看吧 让你别瞎走 慢点 慢点啊 哟 你这脾气真够倔的 跟个驴一样 你没事下来走来走去干嘛呀 那我不是为了方便教你写字吗 教我写字 你不是想学人字吗 从前啊 通师老师教我写字 我还没有当过老师呢 那我就看看 我怎么教你写 我 该先教你什么好呢 那 你能不能教我写我自个儿的名字啊 我到现在 自个儿的名字咋写都不知道 是不是很丢人啊 不会 好吧 我就先教你写你的名字 好嘞 我去找纸啊 你等我 纸 这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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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个 没什么 不是 都是纸 我学生的吗 你认得不要 你说是纸 都没在学生的吗 我们怎么记得 是纸 芬 芬 来 这就是你的名字 杨芬 杨芬 要么 你也学学看 好啊 我也来试试 来 不是这样拿的 来 你看 这样 这两个手靠在这儿 然后手腕用力 你要是觉得会抖的话 你就用这个手撑着点 一定要稳 来 你试试 这样 对 这样 站一站 站一站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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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杨芬啊 你知道吗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啊 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我们都是女孩 以前离得很远 过去呢 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 可是我总觉得 我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样的人 我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样的人 就像这世界上有很多种花 你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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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喷喷的花朵 杨芬 上怀 你再去问问 看看高德昌出什么价 再肯放货 我就想办法凑钱 这不是钱的事 老赵 而且我觉得高德昌 现在已经知道 这批盐是送到延安的 如果他这样找查 那我们就准备下一个办法了 绝不能让他牵着彼此走 高德昌管辖的是榆林关 咱们怎么可能绕得开他呢 那可怎么办 要不 我带几个人去找高德昌 不行 你不能去 还是我想办法吧 少怀啊 这时间不等人哪 那边去已经小半个月了 这严要是再输不回来 那可怎么办呀 行了 老赵 严的事我来想办法 但是我告诉你 说什么我也不会把这姑娘搭进去 这个 我刚写了一半的这个 再写一个 再写一个 上 太长了这写的 先写这边 先写这边 然后 这样 你怎么写环呢 没地方写了 没地方写了 可以拿这 不不不不不 我不写了不写了 烦死了 我会画画你知道吗 你还会画画 我会画五牛 你会画五牛 我画得可好了 告诉你啊 告诉你啊 五牛 脸不是大大的吗 那么大 圆圆的 是不是五牛 嗯 然后 它有一个头 两个脚 你看五牛 还有这个 五牛 笑不笑 你们俩这玩什么呢 这么热闹 没有没有没有 何掌柜 杨峰快写字了 没 不不不 你让何大看一下 我不要好丑 不丑 一点都不丑 快点 写得不错啊 真的 真的 何大哥 刘先生还教我 认你的名字 我知道哪个是你的名字 我刚刚还记得呀 这是你的名字 错了 这个呢 是我要找的那颗少怀 你看 少年的少 怀念的怀 何掌柜的是这个 何少怀 介绍的少 怀树的怀 那我知道是哪个了 这样要翻 柳欣伤还没好呢 脸色也不好 先让她早点休息吧 等她伤痒好了 再给你当老师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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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休息吧 杨芬 你跟我来一下 嗯 我一会儿再划啊 何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的表情怎么那么严肃啊 你再怪我没有让柳欣休息吧 那真不怪我 不是我让她 不是这事 那是什么事啊 哦 你担心我刚刚在认字的时候 把你那个少怀说出来 我没说我没说 我真没说 我知道你不会说了我 杨芬 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有一天 我碰到难事的话 你要会不会帮我 何少怀先生 您的事 大事小事 我杨芬说过一个不字吗 包 肯定包 哎 那个 听说高德昌看上你了 你怎么想 做他的大头梦去吧 我啊 宁可死 也不要嫁给他 你确定你说的 不是赌气 是真心话 何大哥 别人不懂我杨芬就算了 你会不懂我吗 行 那剩下的事 我来解决 哎 何大哥 何大哥 你不是说有事要我帮忙吗 弄不住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赶紧去办 好 是 老爷 嗯 嗯 爹 啊 啊 江安 你帮我个忙呗 什么忙 哎 你帮我去提个签 提签 嗯 给你提啊 哦 你跟我说说你看上谁了 哎 这一般人家的我可不同意啊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巨富城的何少怀 何少怀 何少怀 哦 你看上他哪点了 有文化大地方来的人 嗯 说话不容易有理的 反正我就喜欢他 行 这事儿爹知道了 别着急 爹好好合计合计啊 哎 爹 我先抓紧去呗 无相话 一个闺女家家的 这事儿能这么着急吗 爹知道了 爹合计合计啊 嗯 咳咳咳咳咳咳 云 Cat 云 伤 selfish 哼咳咳咳咳咳咳咳咖咳咳ア 帮助 松 我会很快地见到你 对不对 我会好想你 天天保重 老爷 您找我 好 我听说咱们家的丫头喜欢上聚不成那掌柜的何少怀了 他跟您说的 坐着 老爷 这事您怎么看呢 这个何少怀长得倒是一表人才的 就是背景太复杂了 自从嘉恩跟我说了以后 我还真派人去西安打听了一下呢 那这么说 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 你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他还真就是西安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 家里很有钱 宅子也大 所以他还在北平读过书 可是他现在已经跟家里断绝关系了 为什么呀 是因为一个女人 女人 听说 听说这何家早先跟一个大户人家有婚约在先 嗯 但是他不同意啊 就跟家里闹翻了 自己一个人跑榆林来开了一个皮货行 那现在这个女人在干什么 人一听说她跟家里闹翻了断绝关系了 嗯 自然不跟她了嘛 那你跟我说说 咱家这闺女是怎么跟她认识的呀 这嘉恩说呢 嗯 说她是有一次去这个裁缝店 碰上这个何先生 正做女装 这何先生让她帮着量尺寸 就这么认识她 何少怀做女装啊 让江安帮着量尺寸 是啊 这何少怀给谁做女哥啊 不会是这样的啊 老爷 是谁啊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这么想啊 何少怀这个人 背景太复杂了 而且 她们家离咱们家又太远啊 派人去查 也不是那么好查清楚的 所以 让江安离她远一点 你回去以后啊 旁敲侧击地告诉那丫头 让她死了这份心 好 嗯 那我下去了 去吧 好 何掌柜 我们老爷正在里边等你呢 请吧 好 来 派先生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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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给我收拾 啊 往面 哎呀 恐怕今天 得让高大人失望了 杨芬她不同意 不是她不同意 是我思来想去吧 我觉着我不能提这个亲 为什么呀 因为杨芬她不能答应 宝媒宝媒 你还没宝怎么就是她不答应啊 啊 你想想 你觉得她长贵的 她凡事都得听你呢 而且呢 你又形同她的父兄 对不对 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她一个女子又是一个孤儿 她自然会听你的 只要你保这个媒 她一定会答应啊 正因为我说了她会答应 所以我才不能轻易地说 什么意思 何老板是不想保这个媒啊 高大人 别误会 我不是不想保这个媒 我只是觉着 我如果一旦说了这个媒的话 杨芬可能会违心地答应你 这事总得讲究一个平等吧 平等 这话我听着新鲜呀 什么意思 高大人身处于林 身宅大院里待惯了 这儿的空气不流通 难免沉浮 何老板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不敢不敢 何老板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宝媒成功啊 我真把这个杨芬给取进门了 我们俩之间呀 一定是平等的 一定是公平的 而且有可能 我凡是时候听她的 我也不怕你笑 杨芬这个女子呢 我知道 我知道她重情义 而且呢 不贪财 有情有义 我高德昌 虽然说不上是妻妾成群吧 但是也见过不少的女人 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 唯独是这个杨芬呢 她一到我这心里啊 刀子挖都挖不出来 你想想 我要把这么一个女子请进了门 我们两个能不公平吗 好老板 不管怎么讲啊 我是把我心里话都跟你说了 你给我来句痛快的 到底愿不愿意保护我 看来何老板 看来何老板 是真的不愿意给我保这个梅 不是不给面子 是何老梅这个权利 那看来你是想放弃你那批货 高大人这句话 总算是说到正根上了 你那么稀罕杨芬 那么喜欢这个人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 拿他来做交易 那我应该怎么着呢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应该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 我不会用男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只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听清楚 顺着倡议的方式 胡老板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再强求了 现在趁着我高兴 赶紧滚蛋 否则的话 我一枪毙了 高老板 请 老爷 老爷 让这个人无骨蛋 胡老板 请吧 告辞 白贵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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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父老赶紧来看 有上好的皮货 看一看 买一个呗 算了 等一下 特别好啊 你看一眼 看一眼 这皮子特别棒 买回家给婆一把 羊皮 这张呢 这也是 黑神影 杨芬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跑下床了你 我想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需要你去帮我 有什么着急的事 赶紧先回屋里去 来来来 来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你有什么话说就好了 干嘛下床呢 杨芬 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得赶紧找到何少怀 找啊 我说了帮你找嘛 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我比较好找 我都跟何大哥说了 他咋说的呀 他就是啥也没说 哦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何大哥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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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不是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我 猜的 猜的 我也是猜的 所以得赶紧找到信物才行 信物 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这又没有 帮不了你啊 真没有 我有啊 我的箱子里有 箱子 我随身携带的箱子啊 上次可能被那个胡大麻子送进高家了 你救我出来的时候咱们又没拿 所以 所以箱子在高家 杨芬 我看你跟高大头交情不错 能不能 哎 你咋说话呢 谁跟他交情不错 我跟他不熟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也许只有你能把那个箱子要回来 得 得得得得得 你也知道 我躲高大头都来不及呢 你现在让我去求他呀 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 杨芬 那个箱子对我很重要 有多重要 有钱重要吗 比钱重要 我找到它 就能找到何少怀了 拿着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必须给我办 只要你拿着高家的令牌 到了边关 你一定会通行无策 行吧 小黑子 大小语 去跟老虞说 说老爷找他有事 哎 小飞 你过来 余东哥 余东哥 是谁让你告诉我 老爷叫我 是大小姐 胡说八道 总管饶命 总管饶命 大小姐能让你 传这样的花 真是大爷让我说的 我告诉你 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 你就别想在这儿 大爷去了 回家 谢谢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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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货部和掌柜的货 赶紧放心 怎么 难不成有假 不是 大小姐的令牌 怎么能是假的呢 肯定是真的 可是 这皮货 是高老爷亲自扣下的 你不相信我这个高家大小姐 这 这什么证 赶紧放行 耽误了大事 小心扒你的皮 你再说一遍 这大小姐去了 鱼林关卡 是啊 大小姐支开了老鱼 原来她拿了硬牌 自己去了关卡 要求守军放行 和掌柜那批货 守军哪敢呢 大小姐现在正在那儿 大发雷霆呢 这个家人是 越来越不像话了 无法无天了 我 这就去处理 还得 老爷 如果再不去 这事要闹起来 老爷您和大小姐的脸上 都不好看哪 这个我都知道 算了吧 算了 对 算了 让他们放行吧 不是 老爷 你看不出来呀 咱们家大小姐 已经喜欢上这个和尚怀了 小的我有眼无珠 再说了 我也是按老爷的吩咐办事的 您就多多言量 多多饶恕吧 本小姐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 要真的跟你计较起来 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是是是 智慧 那瓶货怎么样了 还得到他长长扣着呢 咱们就不能动用西北军的关系啊 这远水解不了进客呀 兵器 现在也不是动用的时候啊 好 少怀 我们的货通关了 通关了 现在看起来 这大小姐 还对和尚怀动了真心了 是吗 不过她咱们做也好啊 算是给我个台阶 否则的话 我还真让这个和尚怀给僵在那 老爷您的意思是 看来 陕北那帮人 就真的要铸扎下来了 以后会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所以啊 咱们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得过且过吧 倒是这个和尚怀呀 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倒还有骨子硬劲 我觉得她是个人物啊 你知道 她怎么跟我说 这男女情感的事呢 怎么处理 她说啊 这男人女人的情感 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 这样呢 才有可能 两个人在一起 这样才有可能长久 你说有意思吗 老爷 这这话什么意思 你也不懂吧 我也没闹明白啊 只是我现在觉得 没准咱家大小姐已经闹明白了 要不然啊 她不会干这些事 老金啊 看来啊 我得按照何尚怀的意思呢 做一两件男女平等的事 老爷您吩咐 去准备 来 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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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跟高大头开口 怎么办 好 你在这干嘛 最没输眼了 一看就没大好处 你 你们高家才话语注意多呢 我来这儿 替柳星姑娘取东西的 柳星 好 就是那个 在半路给胡大麻子结了 然后当成礼物送到你们高家 给你爹当姨太太的那个 说话别那么难听 他现在可没在我们家 我们又没拿他怎么样 是啊 他人不在你们家 不过 他的箱子在你们家 箱子 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 该不会 让你来帮他取箱子吧 我告诉你 没门 要取 让他自己来 我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 他的腿不行 走不了路 只好请我来帮忙拿箱子 因为他现在 需要钱 什么钱 你不知道 他箱子值钱的东西多了 有那个 手镯 一串一串穿起来 挂在脖子上的珠子 还有像你耳朵上这个叮叮当当的 最重要的是 有银票 他说 他箱子里有这些 对啊 他还说很 他说啥我不告诉你 反正这箱子 就在你们高家 可值钱了